周杰伦与嫩模女友昆琳相恋 因为两人年龄相差14岁之多 于是被人看成是老牛肯嫩草的典范 然而这段不被外界看好的恋情却发展得愈发顺利 多次传出见父母即将结婚的消息 虽然坐拥嫩模在手 但周天王似乎并不满足 日前周杰伦在香港开演唱会 却传出他背着女友昆琳在四星级饭店走诺套房开选飞趴 恋情疑似触交的消息 9月18日当晚 一名长发眉腿妹出现在周杰伦住宿的九龙都会海疑酒店门口 之后不久 一削豪辱嫩模就出现在他身边 接着一群人就涌入了周杰伦房间 据传当晚的嫩模叫得出名字的有 跟房祖民传过绯闻的苏子贤 还有曾被港媒直接在澳门疑丝卖淫的蓝眉流利 还有混血儿的中德混血傅嘉丽 此外周董的好哥们余文乐也在贵宾之列 据当晚在场的嫩妹透露 房间内的气氛就像是周杰伦的选飞趴 里面还有供应高级料理任大家选择 对周杰伦找妹开趴一事 周董所属的杰威尔公司方面不愿回应 就在前不久周杰伦出席某活动 当被问到是否会在自导自演的爱情间中 力捧女友昆琳时 周杰伦一来往日的暧昧态度 在媒体面前 起先与昆琳并不明朗的感情关系 称他们只是好朋友 加上此次大开选飞趴 莫非周杰伦已经逆了与昆琳的绯闻关系 亦或是两人已经默默分手